Hello 各位朋友 來到今天11月30日的時間 有我歐海星和大家主持的我要走天涯 今天的嘉賓請來兩位朋友 其中一位之前大家都和她見過面 她就是韋小文 Hello 小文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朋友就是Rita Hello Rit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其實韋小文 我知道你除了是一個很喜歡去旅行的朋友之外 還有多個身份 一個義務組織 義游的其中一位幹事 我們二游記得幾個月之前 就請過其中兩位朋友 和我們介紹這個剛剛成立的組織 但這個剛剛成立的組織 都真的發展得不錯 好像之前請過兩位嘉賓 和他們說回當中 他們在二游參與過一些Workcamp的經驗 在香港也都越來越多朋友 真的試過這個服務 或者這個Workcamp 究竟何而為Workcamp 究竟當中是做些什麼 小文 你也好像剛剛 這個Workcamp的工作假期 回到你了 對 我剛剛過去兩個星期 就參加了一個印度的Workcamp 而Rita就去完俄羅斯回來 不過其實都要跟大家重溫一下 究竟何為Workcamp 何為工作型 你們的二游組織 其實幾個月之前剛剛成立 去到現在的發展 如何發展 剛才我就知道成績真的很不錯 你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簡單來說 世界各地 每個國家都會有一些工作型的組織 那些組織會在自己國家 做一些工作型 所謂工作型 就要看當地的居民需要 可能某些地方 例如印度 他們需要一些教育小朋友 教他們講英文 他們就會搞一些Workcamp 就會邀請其他世界各地不同的義工 來教當地的小朋友一些英文 等於我們將來香港 我們自己搞Workcamp 也會邀請世界各地的朋友 來做一些社會服務 而參與Workcamp的朋友 基本上是 練滿18歲 其實條件是很寬鬆的 最重要是你願意拿出來的時間 去另一個新的地方 去作文化體驗交流 其實就無人歡迎 簡單來說 都是先到才行 18歲以上 是其中一個要求 不過事實上 也有一些是14歲至17歲的 叫做teenage的Workcamp 也有安排到的 不過主要是一些 歐洲比較發達的國家 可能當地的小朋友 就比較幸福 就有這類Workcamp 至於去哪個地方 以及當中要做些什麼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可以讓每一個參加者 去自己選擇 其實參加者可以根據 她自己的假期 即時間 哪段時間有空 去搜尋 也可以根據主題 以及她想去哪個國家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參加Workcamp 都不單止 只是想做一些義務工作 可能都想順便去旅遊 可能你都選擇了一個地方 是想去玩的 哪個國家 那你又有三個星期的假期 那譬如做多些有意義的事情 參加Workcamp 參加一個兩個星期的Workcamp 就可以在網上 就有些資料 就可以搜尋你想去哪類的Workcamp 其實Workcamp的種類都很多 很廣泛 有些真的做一些社會服務 譬如幫助一些殘疾人士 也都可能教小朋友教書 也都有一些 好像我剛剛去完那個 就是做保育的 就是做海龜的保育 也都有一些籌備一些節慶 或者是搞一些藝術交流 那當中剛剛這個暑假 去完一個Workcamp的 就是Rita Rita 我知道你 最初也對這個二遊組織 或者工作營 都沒有什麼概念 或者沒有什麼印象 都在網上找這個組織回來 而完成了你剛剛的一個工作營 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分享一下 Rita 其實我大概在今年暑假7月份 才上網看到有Voltra這個組織 當時都看了他們的網頁 都覺得挺有趣 好像可以去外國旅行 又在一邊做義工 所以當時也沒想太多 就先報了名字 看看怎樣 結果8月份的時候 就安排到一個Workcamp 去俄羅斯的一個城市 叫做Crossayas 在那裡就完成了一個兩星期的Workcamp 不過譬如你在做網上的資料搜集的時候 或者你都計劃你的暑假 怎樣好好善用的時候 其實應該學校可能也有很多類似的交流段 或者可能會不會網上都看到 有其他不同的一些交流段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了這個 譬如二遊裡面的其中這個Workcamp 其實因為我本身也讀書 這樣假期是不多的 而且我也是七月份才發現Voltra這個組織 其實時間很緊湊 亦都安排不及其他的活動 那時候就想著如果有得去的 當然是好 因為相比學校搞的一些可能 一些旅行團或者一些參觀的話 其實如果是參加Workcamp 我會覺得挑戰性好像高些 還有自由度也高些 可以讓自己試一次去做事 還有當中一個吸引的地方 就是真的可以跟世界各地 不同的朋友一起有個交流 一起去做一件事 那我相信這個過程 也挺難得 也挺有挑戰性 也挺好玩的 不過我相信現在香港 越來越多的朋友是喜歡去一個人的廠 或者是去見識多些 去接觸多些外面的不同的世界 那所以呢 當然我們知道 譬如二遊搞很多不同類型的Workcamp 由可能是兩個禮拜 到可能一些長時間的都有 那另外呢 都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就都越來越 對這個工作假期計劃呢 就感到興趣的 我知道每一年都有很多朋友 也都真的趁著他們的 好利用他們的年輕的時間 年輕的歲月呢 去不同的地方 去生活體驗 那所以呢 我們今個星期的 挪泳期的環節 也都準備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工作假期計劃的 環節呢 也都準備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工作假期計劃的